第二章写信给以复所教会 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 你要写信给以复所教会的使者 说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发怨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爸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然而 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祝事 第一节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 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以弗所教会是靠信仰 使徒保罗传播的水和圣灵 而建成的神的教会 文中的七个金灯台 指神的教会 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聚集在一起 七星 指当时神的仆人 端于 那右手拿着七星 指神亲自掌握和利用自己的仆人 我们必须认识到 神通过仆人约翰 对亚西亚七个教会所说的话 也是对今天所有教会说的话 神对我们说话 并小于我们如何战胜 等待我们的试炼和苦难 我们必须靠聆听和信仰 启示录中的道 战胜撒旦 神小于他教会里的每一个人 第二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 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神赞扬以弗所教会里 仆人的行为 劳碌忍耐 赞扬他不能容忍恶人 赞扬他试验和解释 假使徒 同这段经文中 我们可以发现 以弗所教会的信仰和贡献 是何等的巨大 我们必须认识到信仰的开端 无论多么美好 但如果误入歧途 信仰就毫无用处可言 我们的信仰必须是真正的信仰 开端和结尾都不能改变 但以弗所教会 仆人的信仰并不是这样 为此 受到神严厉的责备和警告 他将从原处挪去登台 教会的历史表明 耀西亚的七个教会 确实受到过诅咒 并被挪去登台 我们必须从以弗所教会里 汲取教训 要深刻牢记 我们的教会 必须以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为基础 才能得到神的认可 牢记我们必须靠这个信仰 成为神的仆人 因为神守卫着我们的教会 第三节 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法倦 我们的主守卫着所有的教会 熟知他的圣徒妹 如何问他的名劳苦 但以弗所教会的圣徒妹 离开了他们最初的信仰 使水和圣灵的存福音 与其他信仰混为一谈 开始侮辱其徒 第四节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爸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以弗所教会的仆人和信仰的信仰工作 极为出色 神曾亲自赞扬他们的行为 劳苦和忍耐 他们也曾试验并揭露假使徒 他们忍耐并问他的名劳苦 并不法倦 但在这些值得赞扬的工作中 他们却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 他们离开了耶稣基督赐予最初的爱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未能遵循水和圣灵的福音 只要接受主并信仰主的福音 就能让他们一定从对面中得色 另一方面 抛弃水和圣灵的福音 意味着他们允许假教义和别的福音 在他们的教会里蔓延 那么别的福音和教义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是世俗的哲学和人道主义者的意识形态 现代这些东西仍然和神赐予人类的拯救真理相康衡 他们或许有益于人的肉体 或许有益于人们的团结与和平 但是他们不可能使人的心归于神的心 结果 以物财教会仆人和圣徒将信仰变成了叛教者的信仰 在神面前受到了诅咒 正因如此 他们才受到了主的答备 只要观察一下教会的历史 我们就会发现水和圣灵的福音 早在早期教会时代 就开始退化了 以此为教训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水和圣灵的福音 用我们坚定的信仰去取悦神 在战斗中战胜撒旦和这个世界 那么 什么是对以弗所教会里 仆人和圣徒们的起初的爱心呢 他们起初的爱心 就是神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水和圣灵的福音 就是拯救之道 他有能力将每个人从天下所有的对面中解救出来 神像保罗 约翰和亚西亚七个教会里的仆人写明什么是水和圣灵的福音 并使他们得以理解 正因为这样 他们才相信了这福音 那些听到并信仰他们所传播福音的人 就能从天下所有的对面中被拯救出来 主自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 鉴于基督的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写的道理 以弗所教会里的仆人 虽然通过水和圣灵的福音遇见了神 并在起初感激地传播这个福音 但后来却抛弃了这个福音 因此 主在这些经文里责备了他们的妙物 第五节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以弗所教会从神的爱那里坠落 表明会众已放弃了水和圣灵的福音 正因这样 主台告诉他们 想一想他们从哪里失去信仰 要悔改 并做起初的工作 那么 是什么有可能引起以弗所教会丧失水和圣灵的福音呢 是以弗所教会信仰的弱点 普人们追求肉体上的情欲 才是教会迷失了方向 水和圣灵的福音来自神 它是揭露世界上一切宗教信仰的错误教条和教义的绝对真理 这意味着当以弗所教会传教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时 世人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这种冲突 转过来幼时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更难与世人相处 甚至会因为他们的信仰受到迫害 为避免这种情况 并且为了便于人民更加方便地进入神的教会 以复杀教会的普人们离弃了水和圣灵的福音 并允许传播更负责理的福音 这里责理的福音 指有人文主义思想衍生而来的错误福音 它不仅主张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还主张将和平引入人民的相互关系中 这种垂直式与和平式的信仰 不是神要求我们的信仰 神希望我们的信仰就是在关系上顺从神 恢复与祂的和平 以弗所教会的普人失去水和圣灵的福音 原因在于想接纳不应被接受到神的教会里的东西 即不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世人 并让教会顺应他们的幻想 神的教会只能根据于水和圣灵福音之道的磐石上 然而在当今就像早期教会时期一样 许多人认为只要信仰耶稣就足够了 就能得救 他们不明白为何还要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但是信仰耶稣而忽视神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是一种极其错误的信仰 只以一种宗教行为信仰处 三星二亿的信仰就会成为神的敌人 就是这个道理主才责备和劝戒以弗所教会的仆人 要他们悔改错误的信仰 重归于早期真诚的真信仰 即他第一次听到水和圣灵福音时 具有的最初信仰 这对我们是极为重要的一刻 如果神的教会从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中坠落 神就不会再称之为祂的教会 正因这样 主才说祂会从原处移走登台 并把它赐给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 抛弃并且不再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教会 不是神的教会 关键是要认识到信仰 捍卫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加重要 上述经文中 基督教会的所在地小亚西亚 是现在的穆德林地区 主就这样将登台及神的教会移到了这里 并让我们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但是神的真教会就是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 没有它 神的教会不复存在 在使徒时期 耶稣的十二个美徒一直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 罗马书第六章 约翰一书第五章 然而不幸的是 在小亚西亚神的教会 自早期教会时代起 就已丧失了水和圣灵的真福音 结果成了穆斯林地区 此外 罗马教会因君士丹丁皇帝 颁布米兰法令上司水和圣灵福音的灾难 而受到了打击 第六节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恨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恨的 尼格拉人 就是那些利用耶稣的名 谋求时间财富和物质利益的人 但预复者的教会 正恨尼格拉党人的教义和行为 对于预复者教会 这件事情受到了神极大的赞赏 第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吃给他吃 神的仆人和圣徒们必须聆听圣灵的说话 圣灵对他们说 要捍卫他们的信仰 并至终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要这么做 他们必须战斗并战胜那些传播妙物的人 但于妙物的战斗中失败意味着毁灭 神的信徒和仆人们必须用他们的双手 即神的道和水和圣灵的福音 征服和战胜仇敌 神说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神只会将生命的果子赐予那些得胜的人 但战胜什么 或战胜谁呢 我们及信仰必须战胜那些不信仰性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圣徒们必须以那些属于妙物的人不断地从事精神战役 他们在这些战役中必须靠信仰成为得胜者 他们还必须将一切的重要都归于神 并以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过着得胜的生活 只有那些以真理的信仰在战斗中战胜了他们仇敌的人 才能生活在神赐予的新天新地里 在早期教会时期 那些信仰和捍卫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不得不面对殉难 同样 当敌基督者出现的时候来临时 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殉教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